我前面讲过,你可以用Ctrl C 复制 然后上面这个列号把它贴上就好 它就多出一个,那你可以把这个把它移下来 ID 可以再去更改,里面Test也可以更改 比如说1,2,3,4,5,6,就这样 那我的需求,我第一个很简单 比如说我今天呢,希望Key了它之后 以上会显示 在上面显示 点它之后,它会在上面显示 所以这边的话,出发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我当时点这个Button 它会做什么事情 那里面的话,我前面讲过,你要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话,你要知道说 你界面上的元件 有哪一些会用到的 那目前呢,我们界面上的总共有 六个 总共有六个,所以 六个按理加一个 ID test 七个 七个Witch,七个元件 是被用到的 那七个元件 会用到的话呢,特别注意呢 我们就要对应到,如果说我在Source里面撰写的话呢 那就必须对应到什么 对应一个 记忆体的空间,给它配置 所以我们会需要建立所谓物件的变数 让它存放元件所产生的 资料要存放的那个位置 所以呢,我们在做法上面的话,我前面讲过嘛 三个步骤我还记得吧 我要先怎么样 先宣告一个 物件变数 宣告物件 第1步的话,就是什么 连结元件 第3个才是建立事件 所以呢,这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我将来已经都把它做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那这边的话,稍微把它改一下 那这边的话 就把这个名称 记得 改完之后呢 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就什么呢 一定要做什么 全档 那我习惯这个 外面的这部分 再确认一下 其实这个Ecalypus的开发 最大的可能会有问题就是 你要非常的 仔细 像我刚刚Key座 这地方 你要马上可以找出问题 或者你后面的话呢 一定就会有bug出现 一定会有bug出现 然后 OK 好了,最后 确定一件事 请一定要确定一件事 就是man 这边 一定要有什么 save 如果没有save的话 一定会有7套 然后存档 那存档之后呢 在我们的 general 里面 里面有个r 这个r里面 才会跟我登录进来 r的部分 这边就会登录进来 特别注意 r理论上 不要去更改它 我这边只是让各位知道 有更改 OK的 然后这份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界面部分完成之后呢 再来就是 做那个 程式的转型 程式 程式设计部分的话呢 打开来 那总共会有三个阶段的动作 第一 所以我习惯是这样的 先把那个注解先打上去 那注解的位置的话呢 这个注意就是说呢 第一个 这边 1 做什么 然后 第二个